谭斌啊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赖清德 他现在呢当然呢 这个不断的还是有可能 这个亮哥说有可能还要犯错 因为他可能又回来了 那种场子他会忍不住动不掉 可是呢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呢当大家都在关注 就副手的这个辩论会 我想大家都在看的是赵少康 赵少康的这个口才真的是辩才无碍 可是说真的他现在想要跟 这个年轻人想办法能够多 能够吸收一些票源的话 上这个贺隆夜夜秀的效果 不知道怎么样 你的评论如何 然后呢连主持人都忍不住心动 说太爱赵少康 因为真性情有话直说嘛 结果呢这个 说实在的赵少康还特别拿了 一个辩论会的贵宾证 亲自替贺隆带上 就邀请他去参加 还有还有就是呢 在今天我们也看到赵少康在 这个辩论会时 当场请辞中康董事长 然后呢说等赖清德是望穿秋水也等不到 宣布当选副总统四年薪水一毛都不要 福利也不要 仁爱陆副总统官邸也不住 也不住 所以他今天其实呢 真的是做了很多 让大家觉得说还蛮吸睛的事情 韩冰怎么看 他今天这个 辞中康董事长还有说官邸要变青年住宅 这些 很多人就说是放大绝啦 放大绝 那当然这个放大绝 各方解读不同 有人认为说 是不是因为选情告急 或者怎么样 那也有人认为说 就是他 就是做 做给大家看 他敢这样做 可是赖清德不敢 就再次凸显 赖清德就是个赖皮鬼的事实 因为赖清德就是这样嘛 就是 他那个房子到现在还悬在那边不处理 我真的不知道是 是怎么样的一个选举计算 才会计算出这么奇怪的一种 解决方法 本来明明有很简单的解决方法 他偏偏选择最麻烦的那一种 然后搞了自己现在不上不下了 我也不知道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判断 所以当赵岳康一辞 中华董事长就成了一个强烈的对照组 是 就是让大家自己去感受嘛 就是赵岳康愿一辞啊 那你呢 那我也必须跟大家很坦白的讲 其实赵岳康迟也没什么差 我讲实在话 对他来讲他有什么差 但他就是要凸显出来告诉你说 我这些我都不在乎 我就不要 那他去上贺龙夜夜秀 我必须讲他的反应是蛮好的 甚至比四年前韩国瑜的时候更好 我认为是这样 因为韩国瑜那个时候有做一些 过度夸张的举动 所以让大家 就是评价会非常两极 可是这一次去 虽然当然还是有一些 讨厌赵岳康人会讲一些什么话 可是普遍 我观察PTT也好 DK也好 因为很多很多在关注 贺龙夜夜秀 所以你会发现年轻人普遍 对赵岳康的反应是相对正面 也就是 因为赵岳康完全没有那种 过去人家对国民党的那种态度 就是老太隆忠 然后什么事情 就是讲话四平八稳 温良风俭让 就赵岳康其实跟 马英九那种形象的 国民党人是完全不同的 赵岳康是另外一种的 国民党的形象 所以我觉得他是确实是 让一些年轻人对国民党有一些改观 那包括贺龙 当然我不排除贺龙也是一些节目效果 说他被 被那个赵岳康圈粉了 然后甚至 他今天真的有去副总统 我们辩论会现场去 他有去 而且故意在那边打盾 对 就是有人拍到他睡着 那故意的 对啊 应该是故意的 因为徐晓鑫坐在他旁边 他叫徐晓鑫拍 注意直播 有没有拍到他睡觉的样子 秀的啦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跟年轻人有这样的互动 这个对侯康佩来讲 都是会加分的 我认为是会的 其实我今天也有注意到一些 就是在辩论会之后 他们对赵岳康的评价 过去很多磕粉哦 他们会只讲无信仪好 其他人他都不管 就算赵岳康 他也把他批评的一文不值 今天我看到很多人 他直接讲说 虽然我是磕粉 但是今天这一次 真的是赵岳康表现得比较好 他们就直接这样讲 所以我觉得你说会造成 年轻票大幅度的移动吗 抱歉我认为还不会 但是他至少会让年轻人 对国民党的抗拒心态下降 我认为这一定会产生 这样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有十几天的时间 赵岳康可以继续发挥 他这一方面的特长 然后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 因为你要知道之前 很多人认为柯P的票 比较难以松动的 有一个大原因就是说 因为年轻人很讨厌国民党 就是很多年轻人会认为说 我如果柯P没有办法上 那我宁愿去投赖金德 但是问题是赖金德说真的 他最近这几轮的表现 让人家觉得 这个人感觉非常死骨不坏 又非常的顽固 固执 对而且跟年轻人完全不搭嘎 你就是年轻人在想什么 他完全不知道 讲一讲去就是抗中保台那一套 所以我认为 经过这几轮之后 赖金德年轻票会失血更多 那这些 不一定会完全流到柯文哲那边去 有一些可能会开始向国民党这边移动 是吗 那现在这样的话 因为刚刚亮哥我有请教你就说 你看这两组这么接近 除了刚刚讲到这个 38.11是喉照 跟赖销38.110 对不对 只差0.01个百分点 这是选战温度计 而此外像ET Today 31号公布辩论会后的民调 其实赖销配也只领先侯康两个百分点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当口 当然大家就想说 那能抢到一点算一点吗 那有没有所谓的这个气宝的效应 以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当然啦你说这个气宝 有没有可能像我看侯康配是很努力 是不是希望说 让柯文哲的支持者把票转给他们 那为什么要给力 你又没有对人家讲好话 我为什么要给力 柯文哲现在真的 他这番话是不是真的就 就可能会让柯文哲的支持者 就是怎么样也 还是这个支持阿伯 因为他讲 自从蓝白河破局 然后说被骗一次就算 没有第二次 他昨天也出来开记者会 说没有气宝 他也要守他的不分区的底线 我觉得是侯友宜的问题 你有对人家公开喊话吗 再也要合作 一起到民进党下台 为什么我要支持你 你要给人家一个理由 他有讲吗 那你没有讲我为什么要支持你 对不对 这个没有什么气宝 气宝要有个理由 这个就好像当年连战的票 为什么跑去阿扁那边 因为许文龙站台 许文龙就代表李登辉 那有高度的象征性 你现在哪有这种东西 你一定要提出一个理由 这气宝没有那么简单的 气宝一定要有一个 很强烈的合作的讯号 我现在没有看到 就是做的还不够 连这个话都要大声说 又很强烈的讯号 听说国民党是在等郭台铭的 对啦 因为差的不大 就是郭台铭出来号召 那科的票 可能郭台铭会有一点指标性 对可是郭台铭不一定回得来 就是你上次讲到的 就是跟 因为民进党这种搞法 搞不好会警告他说 你回来搞不好就 他说警官啊 对 因为 不知道啦 我不知道郭台铭会不会回来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 跟他比较接近 比如说林金杰 林金杰本来 郭台铭是要回来帮他站台的 因为土城嘛 那郭台铭就是土城地区大佬 可是突然就有变数 是好那所以咧现在当然了 这个赵浩康当然是很努力的在拼啦 这个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介大使在这个辩论会上 我想大家各自的这个表现呢 肖美琴抱病上台 那谈很多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就是四平八稳 但是吴欣赢的话呢 大家就注意到说 他是在三个人里面 看稿看的是最多的 那赵浩康的话呢 就是什么 直接直球对决 然后呢发问也是非常之犀利 而且他甚至还谈到什么呢 他说选举选到最后 要注意的就是民进党常常用澳波 那这次搬出个五月天 是个假新闻 然后还到透过外媒 还说是国安局两个高层放消息 是谁 然后他说他如果当选的话 一定要查清楚 那甚至呢他还谈到什么 说曾经邀了美国歌手 Taylor Swift来台演出 最后遭到对方婉拒 你知道这个大家一听到Taylor Swift 赵浩康还邀请他们 不是啦 中广还有邀美国歌手 泰勒斯来台湾表演 他在排成啊 本来台湾是要排五月 是 然后就说为什么不来 后来不来是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 他还特别谈到这个 所以就让大家就 这个赵浩康其实对于很多 就是年轻人会关注的一些话题 其实他也充分的在掌握跟发挥 那这样的话是否能够有力的 拉抬年轻人的支持度 我觉得已经有很显著的效果了 赵浩康不要看年纪 我觉得我从来不看实际那个数字啊 要看他心里的年纪 那他从来不跟年轻人来往的互动 你今天像这个像这个萧美琴50岁好了 他跟年轻人之间也没有任何共同点 就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不是说他年龄比赵浩康年龄20岁 他就懂年轻人 这是完全两回事 那赵浩康因为非常接地气了 你知道媒体人的话 基本上都是永远在注意社会的形形色色 各种发展 那赵浩康应该除了是一个政治人 以后他也是个媒体人 这么多年来 我想他接触的年轻人比这些 比这些萧美琴要多得多了 那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次的 这一次这个副总统辩论 根本是不同等级的人 不同这种好像是重量级的拳手 在跟那个什么轻量级 还有那种营量级的在打 这两个呢又真正说实话 不但不接地气还是半途主 这个是不是真正的台湾人 都还是问题啊 对不对 萧美琴30岁才回来 30几岁有官座才回来 我跟你讲我以前 我亲身就经历他根本不懂台湾 我带着外宾去跟他谈事情 他那时候民进党的国际事务部主任 当着那外国人讲出来话 我说哇对台湾怎么如此之不了解 对他懂美国没有问题啦 他是美国人对不对 吴欣义也差不多 他只能看稿 台湾的问题 他说中华民国是一个概念 我老天啊中华民国变概念了 那宪法是干嘛的 那政府是干嘛的 那蔡英文是一个概念吗 蔡英文的中华民国总统是个概念吗 所以他讲了一些 最后讲一些这个 美国总统讲 美国布林肯讲的话 该合作就合作 该竞争就竞争 该怎么对抗就对抗 你干嘛 你对美国这么熟 你对台湾到底熟不熟 那说实话 赵绍康我觉得的话 真的他是可以派上用场的 那么他代表了国民党一个怎么样 他有一个攻击性在里面 国民党在过去 一点攻击性都没有 枪人家满地都是枪 一支枪都捡不起来 赵绍康信守年来都是一门巨炮 而且他引用的例子 都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 熟悉的是什么 所以赵绍康不是一个传统的 国民党的这种 这种 我不想想什么背景出身 反正就国民党的这些 在台面上很久的这些 派系的头头 他是不一样的 他是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他已经替这次的选举 替蓝营拉到了非常票 而且非常多的票 而且年轻人显然是 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年轻人 最喜欢的一个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是好不过呢 这个说真的 现在的媒体在台湾的生态圈里面 很多都是青绿的媒体 韩冰 以今天我们看到呢 这个相对青绿的媒体 在问萧美琴问题的时候 那发问 那么怎么好像感觉呢 其实都已经有在暗示答案 或者说是帮萧美琴在做球 比方说问说 要怎么样协助突破困境拓展外交 还说先讲的第一句就是 台湾外交受中国围堵打压 处境艰难了 然后呢 另外一个媒体的主持人 其实也不遑多让 甚至问到能源的问题 也差不了太多 韩冰 其实不管是总统辩论 或副总统辩论 本来就是绿媒占的比较多 这个大家都看得出来的事情 所以这也没什么好讲 那我是比较讶异的是什么 就是不管是赖兴德也好 萧美琴也好 人家明明在做球给你 这个题目感觉就说得非常好 而且我看吕慧敏 那个眼神 基本上就是在跟赖兴德打巴士 交给你啊 搞定啊 结果 结果他们没搞定啊 这种预先都知道 一定必考题 而且是对赖兴德跟萧美琴 相对有利的题材 是 就他们可以讲个离家乱七八糟 反而被人家反打 这就是我觉得匪夷所思的地方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梅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